嗨,大家好,我是菲儿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戴帽遮的鸭舌帽 或者说是叫棒球帽 是一款用麻花针和元宝针编织的 下面咱们开始学习它的编织方法 咱们这款帽子我用到的是松手绒线和4.5的棒针 这个4.5棒针就相当于咱们不锈钢针 这个7号的钢针 现在咱们开始起针 起针用的是右手拿针 左手这样持线 把线搭到针上 然后拇指绕线 针从拇指这个针圈通过 把食指这个线勾过来 然后线拉紧 这样我们就起好了一针 这样搭在针上这一针就是两针了 然后咱们就按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长尾针的起针方法 按这个方法咱们起78针 这个帽子咱们起78针就够用了 但是如果手劲紧的 建议换5.0的支针 如果手劲松的 咱们就按用4.5的支针就可以 按这个方法咱们起78针 看一下咱们把这个起完针以后 咱们把这个针数分到这三个支针上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圈织 咱们圈织的时候 这根基因咱们要看好了 都给它朝上 要不然咱们别织扭了 然后咱们圈织还是直下针 咱们圈圈直下针 咱们织出来八圈或者九圈就可以 怎么这样 圈圈直下针 咱们织出来九圈吧 现在看一下 我这个是织了十圈 因为我觉得这个十圈 这个边喜欢稍微宽一点 喜欢载的 咱们织八圈九圈就可以 我这个是4.5的针织十圈 咱们5.0的针织八九圈也行 接下来咱们开始织帽子的部分 你看咱们这个帽子 这个是咱们起针和开头和结尾 这个部分 咱们织帽子的 要把这个帽子留在中间 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咱们 咱们这不78针吗 每一个针上是26针 咱们这一个针 咱们先把 先织25个下针 咱们先织过去 好 25针织完以后 咱们织一针留着 留着把它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咱们把这个放到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 这边咱们也挑过了一针 也挑过了一针 放到中间这个位置 咱们这个帽子 这回是两边都是25针 帽子这个位置是28针 现在我们帽子这个位置是28针 咱们就是 把这一行先织过来 这28针 咱们先织27个下针 咱们第一针 执帽子的时候 第一针这个线一定要拽得紧一点 因为防止以后 后面会出现 执帽子的时候会出现动动 所以第一针咱们 线拽紧一点 然后咱们继续执27个下针 咱们这28针 咱们第一行这28针 咱们执27针 扔开一针 一针不执 然后咱们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 然后咱们反过来 就等于往回引反 这个这针是扔开的不执 咱们就先不用管它 还在这个针上 然后第一针滑下来不执 开始执第二针 然后咱们往回直 直到反面 直到帽子这头的时候 这头也同样是 扔开一针不直 然后再翻转织物 翻转到正面来 正面来咱们就是等于扔开一针 不直往回引反 引反的时候 咱们还是第一针滑下来不直 继续直下针 再往回直 然后直到这头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不是扔开一针不直 我们第二次再扔开一针不直 这就是扔开两针不直 再翻转织物 再往回引反 往回引反的时候 同样都是 这个针上的第一针不直 继续往回直上针 看一下 我们反面 上次这不是扔开一针吗 我们这次再扔开一针 然后再翻转直物 往回直 往回直的时候 都是 往回直的时候 都是第一针滑下不直 然后接着直下针 反面就是直上针 正面就是直下针 咱们就这么来回直 直到这头扔开一针 不直 往回直 直到这头扔下一针 不直 往回直 就这么来回来回扔 一直这边扔下来五针 这边也扔下五针 咱们再接着讲 按这个规律 咱们就这样来回直 咱们看一下 咱们正面 一二三四五 这边扔五针 然后这边也是扔下五针 咱们这边扔完第五针 咱们一行直过来 咱们现在 线是在正面 正面 这个往左手支的这个位置 接下来呢 咱们从这往前呢 就开始 再往回 把这个扔下这五针呢 再给它支回 加上去啊 每一行加一针 每行加一针 再把它 把这个扔下的 左边这五针和 右边这五针呢 给它加上去 在加针的时候啊 看一下 在加针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 和这个线平行的 你看 和这个线平行的 也就是这一条线 和它和这条线平行的 这条线啊 把这条线要调起来 调起来我们干什么呢 调起来我们把这两个 两针啊 一起支个二边一 加到咱们这个 这一根针上 这样呢 这样调起来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咱们 这个位置这个洞 小一点啊 是为了补这个洞 所以你看 咱们就这样 二边一支了一针 支了一针之后 我们这不就 把五针现在剩四针了 我们加上去一针吗 加上去一针之后 咱们开始继续 往回支 第一针滑下不支 然后支上针 往回支 支到这头的 支到这头的时候 同样的方法啊 咱们先支过去 好咱们看一下啊 一二三四五 在这里 支到这头的时候啊 咱们把和这一针 平行的这个针 咱们可以把这线拉一下啊 你看 平行的这个针 就在这里 看一下啊 是在这里 咱们一定要看好 平行的这一根针啊 拉一下 在这里啊 平行的这个针 把这两针 把这两针一起 把这两针一起啊 支一个上针 好 这个上针支完以后 咱们再翻转支物 再翻转支物呢 完了同样的方法啊 同样的方法再往回支 第一针 第一针滑下不支 下针 一行支到头 支到头以后 同样的方法啊 你看把和咱们这一根针 和这个线 平行的这个 这个 这个针 你看这样 挑起来 挑起来两针一起 支一个下针 这样呢 我们又加上一针啊 你看我们这边就剩三针了 然后同样的方法再往回支 看一下啊 知道这里 我们这边呢 是剩四针啊 我们把这针也是同样的 一定要看好啊 把这条的这条线和这条线 它俩是在一条线上啊 平行的一条线上 跳下方向 然后把这两针一起 支一个上针 然后按同样的方法 咱们再往回支啊 然后咱们就这样 这边剩三针 这边剩三针 咱们把剩下的这几针啊 都给它加到 就这样来回支 来回支 都给它加到这一条针上啊 看一下啊 我们就这样 每行到支到头 加一针 就挑上了一针 每行到支到头 挑上一针 把我们扔下的这边 扔下的五针 和这边扔下的五针 都加到这个 这一根针上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冒支就完成了啊 冒支完成之后呢 我们继续 你看我们冒支 最后这一针 加完以后啊 我们这个线呢 是在右手边 右手边之后呢 我们还是啊 第一针滑下来不支 我们继续支下针 从这一行呢 我们就开始圈支了啊 我们这根下针 继续支完以后 注意看啊 我们这个里 这里 这个位置啊 这两线之间 两针之间 这个位置 这个洞是很大的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位置啊 就是我们和这一针 平行的这个 和这一针 我看这么看啊 和这一针平行的 挑一下 这这个线在洞 平行的 我们挑起一针 挑起一针之后呢 我们和这边的这一针啊 我们把它挂过来一针 和这边的这个 这一针呢 我们要支一个二变一 这样 这样支一个二变一啊 支一个二变一 我们这样 给它支一个下针二变一 这样支完以后呢 我们这个位置就是 就会没有洞啊 就会把这个洞 给它补上了 就没有洞了 然后我们继续支下针啊 一圈支过来 看一下啊 我们上次呢 就是这一圈 支到这个 咱们冒支啊 咱冒着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补了一针 到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线是在这一顶 你看这个 这个两线之间呢 还是有很大的洞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 也需要补一针啊 我呢是在这个针上 这样滑掉了一针 放到这个支针上了啊 这样为了方便补 方便补这个洞 然后你看咱们 还是这样挑起 咱们这个线平行的 这一针 那就是这一针 把这个这一针 这一针挑起来 然后支二变一 然后有的朋友说了 那么挑起来之后呢 我还是觉得这个洞 即使挑起一针 还是觉得这个洞很大 怎么办呢 我们把挑起这针啊 我们给它 转一下 给它 给这一针 给它调多 调转一个方向 再这样再转一下 就相当于把这一针 扭两个劲啊 扭两个劲 你看我们 这个位置洞 是不是就小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织一个 二变一 你看 我们这次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洞 是不是就变小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织下针 这样呢 我们就开始 又开始 这样圈圈直下针了啊 圈圈直下针呢 底边和这个位置 是一样宽度的 我们这个位置 织十圈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织十圈下针啊 你就这个位置 织几圈 上面这个位置 还要织几圈啊 所以咱们 我这个位置是十圈 然后接下来呢 还要织十圈 看一下啊 咱们从底边往上呢 一共是织了二十行 你看咱们这个 帽遮这个位置 在这儿 这不这样吗 咱们这个帽遮部分 就完成了啊 咱们上面 就是从这个帽遮 这个位置往上 又织了十行 十行的下针啊 就从咱们的起始行开始 从咱们第一针开始 接下来呢 咱们开始织一圈 单落尾针 单落尾针呢 咱们这一圈啊 就是咱们冒生的花样了 第一针先织一个上针 然后织一个下针 然后就重复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这个织法 咱们把它织上一圈 看一下啊 我们第一圈的 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这个重复 我们这一圈织完了 我们这个花样呢 是六针一个花样啊 六针花样呢 头五针是元宝针 咱们先看一下啊 元宝针 咱们第一针 线搭在针上面啊 第一针 上针是滑下来不织 然后织第二针 第二针就是 你看线搭在上面 直接织下针 这就是元宝针 第二行的织法啊 然后绕线上来 上针滑过不织 直接织下针 你看这就是四针了 继续绕线上来 上针滑过不织 这就是第五针了啊 这就是五针元宝针的织法 第二圈 接着我们第六针啊 你看我们这一组花不是六针吗 第六针是个下针 我们在这个下针边上 挑起一针 我们织一个下针 我们等于加上一个下针啊 你看这下针的时候 我们这线还是在这个 上针这个上面搭着啊 不要放下去 这样 加针织一个下针 然后我们第六针也织一个下针 这样呢 我们这一组呢 就等于织上了七针啊 接下来重复这一组的花样 我们再重复一片啊 绕线上来 上针滑过不织 织下针 线就直接搭在这个上针上面了啊 然后绕线上来 上针滑过不织 织下针 这是四个元宝针 继续 绕线上来 上针滑过不织 五个元宝针 五个元宝针完成之后 在第六针上 第六针是个下针 在第六针的下针边上 这样 挑起一针 我们织一个下针 然后呢 再把这个第六针也织上啊 这样呢 我们一组花就是 加上了一针 六针加一针七针啊 我们重复这一组花的织法 把这一圈完成 茂生花样第二行完成之后 咱们茂生花样第三行啊 咱们茂生第三行呢 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 见上针 直上针 见下针 直下针啊 你看我 我们这上针 这不是上面搭的一条线吗 我们上针 直上针的时候 要把搭的这条线一起啊 两针一起 直一个上针 然后上针 下针 绕线上来 上针啊 在上针 要把搭的这条线一起 两针一起 直一个上针 然后下针正常直下针 上针 要把搭的这条线一起 直下 直上针 然后见下针 咱们就直下针 见上针啊 要把搭的这条线一起 直下针 直上针 咱们就按这个规律 把这一圈完成啊 然后下针 上针 就重复啊 这个直法 继续啊 我们花样第四圈 第四圈 我们这样 上针还是线搭在这个 上面啊 上针滑下不直 然后直下针 我们这是元宝针啊 第二针 上针 绕线上来 上针滑下不直 直下针 四针 绕线上来 上针滑下不直 这就是五针了啊 五针元宝针 我们还正常直 你看我们到第六针的时候呢 我们第二行加针 加了一针啊 接下来我们这第四行 还要加针 还是在这个边上 挑起一针 然后咱们直一个下针 然后 把这个 剩下的这两个下针呢 也正常的直下针 你看我们就是 二 一三 往后的就是单数行不加针 双数行都加针啊 二四行 这是加针行 你看我们第二行加了一针是 到已经是这一组是七针了 接下来我们第四组呢 加完以后这一组就是八针啊 接下来我们就重复这八针的直法 再重复一遍 绕线上来 第一个元宝针滑下不直 第二个直个下针 绕线上来 滑过不直 第三针 第四针直个下针 绕线上来 第五针 滑过不直 这五个元宝针正常直完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边上挑起一针 直第六针 这就是又加上了一针 我们这一行啊 然后剩下的这两针啊 继续直下针 我们这就是啊 我们这就是啊 行行 不管是哪一行啊 加出这这针和就是我们最开始的第六针 这一针啊 始终是要直下针的 所以呢 我们重复这八针的执法啊 把这一圈完成 咱们第四行直完啊 接下来咱们看第五行 咱们第五行啊 就是重复第三行的执法 就是剑上针 直上针 剑下针 直下针啊 然后第六行呢 咱们就是重复第四行的执法 就是头五针 元宝针正常直 啊 然后直完五针 元宝针呢 就是在第六针这个位置呢 继续加针 啊 就重复这个 以后之后的每行啊 之后的就是 嗯 单数行啊 就重复第五 呃 第三行的执法 双数行呢 就重复第四行的执法啊 然后咱们一直把这个加针啊 加到咱们元宝针 也就是咱们 这个五针后边 这个位置啊 这个下针呢 一共有六个下针的时候 我再接着讲啊 剩下这几行都是重复的执法 咱们自己把它执完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咱们就是单数行 不加针 不加不减的去执 见上针 直上针 见下针 直下针 双数行呢 是要在这五个元宝针 后边的这个位置啊 进行加针 所以呢 双数行一定要记住了 双数行 五针 五针元宝针织完以后 就在下针这个位置要加针 单数行呢 是不加不减的去织啊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元宝针呢 始终是五针 咱们这个每次加针啊 都是在第六针的 这个一侧啊 第六针的右侧 进行加针 你看我们现在呢 一共啊 一共加出来五针 算原先这针下针 我们这个下针呢 一共是六针了啊 接着下来啊 你看我们这已经加够六针了吗 我们往上就不再继续加针了 我们往上是不加不减针的 再织十行啊 再织十圈 不加不减针的织啊 咱们就是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这个元宝针的织法啊 元宝针第一行呢 就是接上针 直上针 接下针 直下针 第二行呢 就是上针 滑下不织 直下针 现在上面带着啊 现在上面带着 是这样的一个织法 接下来呢 你看我们 这一圈 从这一圈开始啊 我们就不加不减针的 元宝针 正常织元宝针 然后这个下针呢 就是照常织下针啊 我们就这样织十圈 我们是什么针 就织什么针啊 这下针 这六个下针 始终是直下针啊 好好直下针 咱们看一下啊 我不加不减针的啊 元宝针 织元宝针 这下针是直下针 然后织了九圈啊 织了九圈 我们在第十圈 我们开始把这个 把这六个下针啊 扭麻花 我们这个元宝针 还是正常织过来啊 咱们扭麻花这行啊 就是说 你不管是在第九行 或者在第十行 在哪行都可以扭麻花啊 你看我这个是 因为是用的4.5的足的针 所以呢 手劲比较紧 所以我在第九行 就可以扭麻花了 如果是手劲松的啊 或者是 就是用针粗的 在第八行扭麻花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咱们这第八行 这个扭麻花这个行 是不固定的啊 根据自己 喜欢冒深的呢 就多直两行 喜欢冒浅的就少直两行啊 咱们这个元宝针 还是啊 第一针滑下不直 直下针 上针滑下不直 直下针 然后头五针 咱们这样正常直啊 正常直 然后咱们把这六针 你看这不是咱们六个下针吗 把头三个下针 挑到另一根针上 不直 咱们先直后面的三个下针啊 这个线还是在这个上针上带着 这样的 一 二 三 后面这三个下针织完以后 再织咱们这个 这根针上的这三个下针 好 再织这根针上的啊 一 二 三 好 这样呢 咱们这六针滑花就扭完了啊 然后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绕线上来 上针不直 直下针 绕线上来 上针不直 直下针 这就四针啊 四针原本针 绕线上来 上针不直 我们开始 扭滑花 一二三 头三针 先挑下来不直 先直四五六针啊 四五六 这三针 先直下针 一 二 三 这三个下针织完以后 再直这三个下针啊 咱们给它挑到左手棒针上 这样方便也好直一点 好 放到左手棒针上继续 直下针 一 二 三 好 这六针的滑花呢 就这样扭完了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重复这一组啊 重复这一组 五个 元宝针和六针麻花的扭法 然后咱们把这一圈 都扭完啊 都按这一组的方法 把每组都这样扭完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一圈麻花扭完以后呢 我们接着往下织 接着往下织的时候呢 这五针 我们正常的织元宝针 这六针呢 就是圈圈直下针 我们再织出来九圈啊 因为我这个 这个不加不减针 这个位置是九圈 所以呢 咱们这个位置 也是不加不减针的 织九圈啊 咱们就照这个 照这个方法织啊 看一下啊 我们按之前的编织方法 我们扭完麻花以后呢 又不加不减的 织了九行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从这一行开始呢 就要并针了 你看我们 从这个位置 从第一行开始呢 是这个 这不是六针的花形吗 六针花形 有五针是错 是这个 单元宝针 然后有一针是下针 咱们就是从这一个下针上啊 陆续的 隔一行加一针 隔一行加一针 咱们加出五针 现在咱们这个下针是六针 咱们这个下针是六针啊 咱们从这一行开始呢 就是隔一行 变一针 隔一行 变一针 把这六针 还并胜原来的这一针啊 然后咱们前面这个 单元宝针呢 还是正常支单元宝针 你看 我们单元宝针上一行 这不是 滑针带线支的吗 然后我们这个上针 就正常的支上针 把这两个线一起支掉啊 然后下针 正常的支下针 这是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我们这五针的单元宝 正常的支单元宝啊 然后我们看 我们这六个下针 我们这六个下针呢 我们把第一针和第二针 两针并一针 这样呢 我们就并掉了一针啊 然后剩下的这几针 照常支下针 好 这一圈呢 我们就重复 五个单元宝和这个六个下针的支法啊 再重复一遍 单元宝 这个上针是把这两条线一起支上针 然后下针正常支下针 下针正常支下针 上针正常支上针 然后来到这六个下针这了啊 把第一针和第二针支于二并一 剩下的这几个下针 正常支下针 我们这一行呢 就重复这一组画的支法啊 把这一圈完成 看一下啊 我们收针第二圈 你看我们第一圈 这是 这六针呢 变成五针了 我们第二圈呢 就是不加不减的支啊 不减不减的支呢 咱们头五针元宝 还是正常支元宝 上针要滑下来 然后线在上面啊 带线 然后支下针 绕线上来 上针滑下来 支下针 就这样啊 元宝是这么支的 这元宝针呢 就是重复这两行的支法啊 然后绕线上来 上针滑下来不支 然后支下针 咱们这个 你看这次是 一二三四 剩五个下针了 咱们五个下针 就正常的支 五个下针就行了啊 咱们第二圈就是这样 不加不减针的 去支 咱们之后的每个行 之后的并针行都是啊 就是 咱们单数行开始 并针 双数行的就是不加不减的 按这个方法支就行了啊 单数行并针的时候 元宝针也是照常支 就是把这个 这个下针啊 第一针和第二针 支个二并一 然后咱们按这个规律啊 支剩一针的时候 咱们再接着讲啊 把这个下针支剩一针的时候 并生一针的时候 咱们再接着讲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 麻花针 编针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六个麻花针啊 就是六个下针 编成一针的时候 我们从这一圈开始呢 我们就 啊 支元宝针啊 元宝针呢 咱们就是一圈 啊 一个上一下 这种单落位针 然后下一圈呢 是这样带线支啊 就是按咱们之前 元宝针的支法 咱们支出来 四圈元宝针 看一下啊 我们这四圈的元宝针 支完以后呢 我们再支四圈下针啊 就是每一针都是下针 然后咱们 如果记不清的 可以别一个记号扣 然后从这一圈开始啊 我们就是 每一针都支下针 我们给它支出来 四圈 每一针都支下针啊 我们支出来 看一下啊 我们帽顶这四圈下针 也支完了 这四圈下针支完以后呢 我们这一圈 支一圈二变一啊 就是这一圈 都是支两针 变一针啊 然后咱们把这一圈完成 等一下啊 我们这一圈 二变一之后呢 我们这78针 就剩36针了啊 接着我们这36针 再支下针 再支四圈下针啊 再不加不减的 支四圈下针 看一下啊 咱们第一次变完针以后啊 咱们78针就剩 二变一之后呢 剩了39针 39针呢 又不加不减的 向前支了四圈啊 支完四圈以后呢 咱们又第二次变针 第二次变针完了 之后呢 咱们就是剩20针了啊 看一下 咱们这个20针 又不加不减的 向前支了四行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第三次变针啊 第三次变针 同样的方法 还是二变一啊 两针变一针 咱们这一圈 还是按这个方法啊 两针变一针 咱们把这一圈变完 就正好是剩10针 我们第三次变完针以后呢 我们就不再往上直了啊 直接我们就把它断线 然后穿上缝合针 线放上缝合针啊 然后咱们就把剩这个10针 咱们用线给它穿起来 就可以了 好 咱们用线穿起来 然后给它拉紧 然后我通常都是呢 就是为了这个帽顶好看啊 再给它穿一圈 再沿着这个 这个针圈的这个路线啊 再给它穿一圈 再穿一圈之后 咱们把这个线拉紧 拉紧以后呢 咱们线放到反面 把这个线头隐藏一下 咱们这个帽顶就编织完成了啊 现在咱们帽顶收完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帽底边 缝成双层的双层的边 还有这个帽子 给它缝进去啊 咱们把这个线打开 穿上缝合针 你看咱们从这个位置 从咱们这个线这个位置开始找 从这个向下找 找到这一帧 好 这一帧呢 咱们先用这个 看一下啊 还得往下一帧 然后咱们用这个 直针给它调起来 在这里啊 在这 看一下啊 咱们就是 这一帧啊 然后 针从这里 入针 然后挑这一帧 对着缝 好 就这样缝 一帧对着一帧的缝啊 你看我们这一帧 下一帧呢 就是 在这里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在缝的时候 你看 这个位置不是有个下帧吗 咱们下帧对应着一帧 然后下帧这个中间 对应着一帧 然后下帧对应着一帧 下帧中间对应着一帧啊 咱们就按这个规律缝 如果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一帧的话 咱们就大概的这样穿一帧 也没有问题啊 不用太纠结 一定要对到哪一帧上 只要咱们就是这个 这个边和这个里外这个边 缝的不是很扭劲啊 能够对应上就可以 看一下啊 这个帽遮呢 我们缝到一多半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帽遮啊 把这个硬帽遮给它塞进去 好 塞进去以后 我们接着啊 把上下这一半给它缝完 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帽边 咱们这个帽边缝完了 你看咱们这个帽子呢 就编织完成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帽遮